衛團委員會 你讓主席委員會代表 他會合作 衛團委員會 其實我們在立法院 不管是重要的議題 或者是在整個的 政黨的協商上面 我們一定要團結努力 否則的話 就讓民進黨佔了便宜 他就希望這個在野的力量分散 他每一天就是想要破壞藍白之間的默契或合作 也要破壞在野之間的團結 民進黨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想要獲得他們政治上的利益 我想我們自己都很清楚 我們大家一起團結努力 基本上在立法院合作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衛環會支持民眾黨吳欣營 那有關教育的部分 張其露會支持我們鄭立文 希望是一個好的開始 藍白合作有一個好的開始 再立法院的成績 另外以後我們也希望能夠朝野攻防 或者法案的連署 或者是預算的審查 也可以進步來合作 我想立法院現在是第八會期 是預算會期 那除了相關的預算 中央政府總預算需要來嚴格審查之外 有非常多的民生法案也是大家所關注的 不管說是最低工資法 交通安全基本法 甚至是這個所謂的房屋稅條例 囤房稅的部分 這都是大家非常關心的 那民眾黨團在每個會期的招委選舉 當然各黨都會來爭取有合作的一個機會 那民眾黨團不管說過去七個會期 在不同的委員會跟不同的招委選舉 我們也都會針對在保有台灣民眾黨的主體性 跟我們堅持的理念價值的一個前提之下 來保持跟各黨開放的態度 跟合作的一個機會 我想這個部分都是我們一貫的態度 這個委員提到說你們已經談了一個一塊 那是委員你們這邊找答案還是他來找你這樣 這個合作 我想我身為台灣民眾黨黨團的總召 我跟各個政黨的黨邊跟總召 都保持密切的溝通管道 那至於說不管說是在議題上的討論 跟相關國會議事工房的一個溝通 這個部分我們都是持續都有進行中 那我想針對招委選舉的部分 我們也要經過這個禮拜的黨團會議 再做進一步的討論 那最後才會來得出結論 那對於各黨的一個發言我們都尊重 那我們也都保持開放的態度 現在有人在講說 立院會不會成為一個藍白河的一個典範或基金 進而延伸到這個程度 我想對於民進黨這七年多的執政 將近八年的執政 可以看到很多的政策是讓人失望的 那不管說是近期操失這個雞蛋的一個爭議 那衍生出來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有沒有圖利特定廠商 第二個農業部跟行政院 對於整個產銷失衡調解的問題 造成五千多萬顆雞蛋的浪費 第三個衍生後續的食安問題 甚至造成消費者信心的一個低落 還有不管說是綠能雲爆的這個 疑似黑金的利益結構的一個案件 還有近期南部的一個登革樂 甚至之前的高端疫苗 其實非常多錯誤的政策 讓人民都非常的憤怒 還有前瞻預算的這種大撒幣式的一個方式 所以對於執政黨的監督 當然我想在野黨會有非常多相同的主張 跟共同的一個目標 我想這個部分身為一個負責任的在野黨 在國會中對於執政黨的監督 這個方向是一致的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我想對於這個國會 因為我們這邊是立法院 對國會之間我們相關的議題 本來都有保有競爭跟合作的一個空間 至於選舉的部分 我想這個是 就是黨中央跟進選辦公室這邊的層次 可能就也不是 就是以國會這邊為主 那個有傳出說 國民黨團有可能在衛環委員會 那有初步的共識 那可能會達成共識 那這也是藍白和好的開始 基本上就是從黨團的合作開始 從25號有關趙委的選舉 到後續朝野的攻防 或者是草案的法案的提出等等連署 我們都可以做更好的合作 董哥想問 因為維州哥昨天有說 就是藍白和除了趙委選舉 可能包含像侯市長提出了一些政見 像巴士兩表的廢除 他希望民眾黨團這邊也必須要支持 那這個部分有跟邱總超友談好了嗎 其實政見的部分大方向都非常的相似 就尤其是巴士亮表的部分 或者有一些政見 尤其是像經濟的議題改善低薪 基本上沒有特別的意識形態 我覺得大方向是一致 那我要特別提到 為什麼藍白和會水到渠成 因為大方向一致 驅動藍白和的最重要力量是什麼 是超過六成五的民眾 認為要下降民進黨 所以他這一股力量是個民意為基礎 驅動藍白和 我個人認為早晚會水到渠成 老師要另外想問一下 因為上一次臨時那個民眾 民進黨派出柯總召跟邱太元委員 去找吳信英委員 那這次有想辦法去防災民進黨團 又突然從中干涉嗎 這個事情我們會緩緩 所以我們起步非常早 起步非常早 一個月前我們就開始談了 所以應該會有共識 主席藍白和的部分 柯文哲昨天說民調這裡誰比較高 然後綠的都不打候友宜 是不是他比較弱 那這樣藍白還有辦法談下去 我相信我跟柯主席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知道說民進黨今天會 可以從一切之手段 希望藍白不合 希望再也不團結 這一定會用各種的方式 但是我們也都知道說 唯有最後團結一致 才有可能 政黨人替下架民進黨 不公不義的民進黨 這個是大局 那這個大局 就是我們大家一起努力走出這個大局 昨天朱立文主席 他是有提到說 根據他們的內參民調 就是現在弘友宜是贏您的 那你會不會覺得說 其實現在總總的發言 其實就是有點刻意要邊緣化 您甚至是在那個民進黨的面 認為說就是要求說 希望你來當副手 你怎麼看 不管是選舉或者是執政 我都把它當作是一個改變政治文化的社會運動 像從2014年到現在我都是這樣 所以政治固然有它世俗的一面 但是也不要忘記 政治有它理想的一面 所以政治還是有理念有價值 我看到今天台灣每天在討論的就是權威的分配 講一大堆 所以是這樣 我也非常清楚 最近那些民調就是要做這個 火友一追上來 坑著掉下去 我告訴你 我民調也是專家 他也沒有造假 他只要私化跟手機的比例調一調就可以 因為我非常清楚 我的支持度在手機就比較高 因為在年輕人在這種高射精機會 他支持度比較高 所以我只要用手機民調就高 用私化做民調就低 所以要操縱很容易 甚至同一家機構 他可以說我這次用手機 因為人家不會很仔細一看 這次手機算幾% 那個私化算幾% 所以表面上 同樣都什麼叉叉倒的民調 他總會互高互低 我現在都知道 你要先看他手機跟私化各佔幾% 所以是這樣 我後來就跟我們幕僚講說 我們的民調有多少 就看每天民進黨打我們多雄就知道 如果我們很爛 他根本不會打 你看他這一陣子都很少打侯友誼 我只要看每天晚上 看那個扣運節目 他要打誰就知道那個民調多高 打越雄就是民調越高